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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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普玛区数码媒体站 9号出口直行大约10分钟 途经你会见到 在无限挑战经常出现的 旁明寿餐厅 然后你会见到一个很大的螢幕 这就是SBS大楼 Winning Man也在拍摄过很多次 之后再直行就是NBC大楼 进去你会见到很多熟悉的画面 很多电视剧集 综艺节目也在拍摄过 最多当然是无限挑战 我都因为他们才来 他们经常在拍摄这个开场画面 如果你幸好也有机会见到他们 不过今次我们的重点 都是放在NBC World 参观的部分分别有 N、B、C三个区 首先在B区售票处买了门票 由于他们是分时段入场 所以大家要够好时间 记得不要在午餐时间来 否则就要等很久了 参观的次序是会因当日的安排 所以有点不同的 这张就是门票了 入场和拍照都需要用到它 首先是会参观M区那边 这里会有个导想员带来参观和讲解 M区可以了解到NBC电视台的历史 和可以体验成为电视节目的主角 当日的时段只有我们两个人 好像包场一样 每一样都可以体验 不过如果刚好有旅行团 可能你未必每一样都可以玩齐 当中我觉得舞蹈体验是最特别的 因为画面真的好像在同台表演 不过如果见到真人会更开心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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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的计划 他主要是把对于性命团 在上次费民先的内容 以及通常也分享出售 再见 之后会有个数码留言区 可以选择韩星的签名 现在可以去看很幸运 时提到的在4Minute 因为以后未必有机会 可以再看到他们五个人同台表演 我们4Minute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MBCWorld에 오신 걸 진심으로 환영합니다 我們會在聖誕堅目的祝賞 我們未來的MBCWorld에서很享受 再見 之後就會帶你上四樓 這裡就是韓國古裝劇體驗 可以看看古裝劇的服飾 和和紙牌人拍照 最特別是可以參演一下情景劇 然後再上七樓 這裡就是看NBC真實的新聞報 之後就是重頭劇 C區是以NBC最熱門的節目做題材 你們可以一起互動拍照的體驗 如果你喜歡GD 就可以跟它很親密地拍照 最後就來到B區 這裡放置了一些3D的報警版 你可以跟NBC著名的電視劇 和人氣節目的主人工拍照 今次最大的目的就是來拍這片報警版 就是我最愛的無限挑戰 在裡面介紹第二屆的醜朋友那集 參觀完之後 你可以拿回門票去售票署看照 如果你喜歡的照片都可以購買 整個樂園大概可以玩到2小時左右 有很多部分都未必可以拍攝到 所以都要親身來體驗才行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 旁星和無限挑戰的話 都可以花半天時間來玩一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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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